我国同韩国携手推荐一个名为Ringmaking Expand Career的计划 我国的起步公司和中小企业在计划下将有更多的机会进军或者是扩大在韩国的商业版图 人力部长兼茂工部第二部长陈世龙医生在首尔同韩国中小企业部副部长 见证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同韩国签署合作协议 计划将协助本地的中小企业和起步公司融入韩国的创新体系 并获得广泛的商业合作机会和发展资金 陈世龙说我国具备良好条件是通往亚西安的枢纽 部长认为计划进一步推动我国和韩国企业之间的合作 同时透露韩国企业部去年7月在滨海湾成立的韩国起步公司中心 至今已经有13家的韩国起步公司利用这个平台在本地设立业务